原本山上的野藤 如今生财的金枝 最低的屁花价都是三个多一斤 一袭白衣 神奇变身 水一倒进来 它其实慢慢就开始又变成这种发绿的颜色 对对对 慢慢就会变 大自然神秘馈赠 创业者产业加持 这个盆子那家的美业人 住住我一家有这个盆子 看大山深处 一片叶子如何成为畅销的地理标志产品 让这里的父老乡亲增产增收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张家界市永定区 这里是张家界市永定区罗塔平乡的长寿村 这山里面就有本地土家人口中的土家神茶 土家神茶到底是什么茶 咱们今天让唐大哥带我们去找找看 好的好的 土家神茶 对对 土家神茶 这边走 这边走 名字叫土家神茶 那肯定是一种茶了 四茶灰茶 四茶灰茶 它也不像是绿茶 红茶 白茶 不是的 名字里面带茶 但并不属于绿茶 红茶等任何一种 这种土家神茶到底是什么茶呢 但我们上山寻茶的唐龙海就是长寿村人 这些山林他再熟悉不过 这个地方这个土壤环境适合土家神茶的生长 就是说你们在这附近其实曾经发现过好多吗 对对对对 原来很多 但是老百姓把我挖回去了 现在我们找一下新山 跑过去给拿回家了 这边其实是有的 这边哪个是 你看这个是的 这个是的 这个 对对 这个是野生的 长得很长很长 这上面的都是啊 对对对 你看 那也是吗 那个也是 那是枝条 这个松生肉有点扎人 这个可以吃的 你吃一下 叫嫩芽 尝一下 很香 很清香的 我这还不知道 去的市场先尝 你看 诶 它是入嘴里哭 有点微苦吧 是吧 色呢 对对对 马上回甘 会清甜 哦哦哦 有一点点 现在有一点点 等下呼吸一下 回甘 哇 硬下去很舒服的 嗯 啊 这里这里 这里甜 对啊 这里这里 但这个 这个牙咬这个地方其实苦的 到嗓子咬这是辣甜的 对对对对 我只想给大家再好好看看 我应该可以吃 哈哈哈哈 好吃啊 哈哈哈哈 想给大家捋直了看 你不可能了 好 对 好 你光看这个 哇 长得最好的也有十来米 从它的牙尖 叶跟筋都可以吃的 通过我们人工加工 加工以后 那个茶叶自然变成白色 那然后再吃 味道更好 就是您是说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绿油油的这个叶子 嗯 它可以变成白色的 对对对对 这个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哦 就这个 嗯 嫩绿色的就是这个白的 它俩是一样东西 对对一样的东西 就本身这个变化就特别神奇 对对很神奇的 这种嫩绿色的怎么会变成这种 一身白霜像皮尔白衣衣啊 但是出来这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那当然了这个很神奇的 不必说啊 一般像我们这个村里面的感爆啊 眼后颜呢 咳嗽了 就冲几泡这个煤茶 立感见影 效果非常好 经过我们相关专家科学证明 它确实含了这个黄虫 黄虫 平均的黄虫酱达到了26% 26点多 总的这个牙间的这个含出火量 达到了最高的47.85 现在可以冲泡了 这可以直接喝了 那我们去试试 对 我们试试这个 品尝一下这个煤茶 好的好的 直接拿这个泡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就拿这个泡 哦 它是水一倒进来 它其实慢慢就开始又变成这种 发绿的这个颜色了 对对对 慢慢就会变 你看 你看吧 边观察 慢慢就会变 你看下面是不是变了 慢慢出来了吧 对对对 就这个白霜 它其实都融在水里了 对对对 我们喝的 喝的就是白霜 所以我们这个煤茶 你看从山上采回来 都是很干净的 没有落地的 所以这个第一泡 我们不能洗 哦 不洗茶 不洗 我们茶是免洗的 好笼就在里面的 对对对 就在里面 这能看出来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茶汤 能看出来吗 对 黄黄的这个茶汤 你不烫啊 嗯 热苦 开始有点微苦吧 是吧 对对对 我本来是嗓到点这儿 开始先填 嗯 顺着这个石头的边缘 嗯 慢慢往前往前 我现在能感觉到 这个石头尖是尖的 对对对 然后又回下去 嗯 然后又在这边 就慢慢地再往下走 对对对 然后又回来 它是这样的 往外头 对它这个甜是 是你慢慢慢慢感觉之后 越到后面 这个甜就越明显 我现在就是 整个口腔里面 我在说话 我都感觉是 特别那个甜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就回甘 来回 哦 对对对 真的是这个回甘很明显 张家界的甜品 张家界土家族人 世代饮用梅茶 梅茶是生长于武林山脉 以张家界为核心区域生长的 小叶种咸齿蛇葡萄植物 也叫小叶种藤茶 它被誉为黄铜之王 因其加工过程中细胞破碎 细胞中所含的黄铜活性成分 渗透至表面形成一层白霜 故称梅茶 梅茶神奇的不只是它的变身 它蕴含的财富 同样让人惊叹 现在我们长寿村 已经发展到三万户左右了 家家富富通共 梅茶真的是发财了 现在我们市场上最低的 批发价都是三百多一斤 全村是三百八十多户 一千二百多人 平均一个人 年收入不低于一万五 这种原本生长在海拔 四百米到一千五百米 山林的野藤 怎么就摇身一变 成为给当地老百姓 带来财富的金枝呢 在唐龙海的引荐下 我们找到了严大叔家 大叔 他们说您是村里 种这个梅茶的第一个人 种这个梅茶我跟你讲 第一个人 种这个梅茶我九五年 九五年 九五年我从高七年 那您怎么想起来要种啊 我看这个东西要齐得很好 在山上吃起来我就摘 摘起来我就在城上卖 您那时候不光是在自己家这儿摘了 然后还弄好了以后去卖一下 我去城上卖 买的就更多 越买越多越买越多 摘起来以后 那我还去摘树的 就没摘得过了 又摘点几大 以前是就在山边上种 摘起来方便 后来就是能卖钱 然后就开始在地里开始种了 您都是最早的 种这个天下就产生高线了 这个牌子那家都没得 就是我一家有这个牌子 这份看完 高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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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重视 只有大叔家有科技示范户 这是肯定了您以前做的贡献 说到科技示范户这个称号 严大叔是掩饰不住的骄傲和自豪 作为第一个把煤茶人工驯化 并且加工成商品销售的人 煤茶让老两口早早尝到了甜头 当时卖多少钱啊 当时也没玫瑰 那时没玫瑰只有上十两块钱去 也得好几千块钱的就是啊 95年挣了好几千块钱啊 大七千块钱 他一般老的人 他最喜欢七千六大 现在咱们有多少墨啊 现在 十五六墨 十五六墨就全老两口种吗 嗯 十五六 他七十五大 我八十多了 我八十五大 我吃的热茶里没有问题 我八十七了 我还得得起 哦 大叔说别看 别看自己八十多了 我心里好就是吃这个茶 大叔说你别看自己八十多了 重要是 因为喝这个茶身体好 吃热茶我没转件 我早晚都要去 八十五岁 仍然每天在田间牢 坐在严大叔 特别乐于与人分享 煤茶的种植 你这个山上 趁起来 山上趁下来就野生的 这里野生的 嗯 这里野生的 我村子就这么长 哦 这么长拿下来 嗯 就像一个 哦 就这样的 就 走上这 走上这 这几个都可以 作为千叉来种啊 嗯嗯嗯 哦 这么这么容易活吗 不可以活 就他们来买这个 千叉的时候买这个枝条 哦 就这样 种大一块一块 它变 哦 变一百百一大块 哦 一捆一百一捆一百 哦 四捆就是一千 哦 哦 一捆是一百 买这个枝条回去 他们在种 咱们现在听着 就这个煤茶 真的很容易种 啊 但是是大叔在 九五年 摸索着 把它从山上 移到这来 然后慢慢地 住得越来越多 然后做成了 全国各地人 都可以喝到的煤茶 整个人好像 全国各地去的 也正因此 罗塔平乡的 长寿村 被称为 张家界煤茶的 发远地 严大叔的 敢为人先 激励了不少 村里的年轻人 唐龙海 就是其中 不能不提的一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 唐龙海还是一名导游 因为把煤茶 推荐给想要 张家界特产的 北京游客 反响不错 从此开始收购 销售煤茶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2014年 他回乡 带动120名村民 一起种植煤茶 当年就创造 经济效益 五十一万元 2015年 他又率先成立了 村里第一家合作社 通过摸索 不断提升种植 和加工技术 将精品化煤茶 推向市场 我们在山上看到 那个野生的 这个土加深茶 都是那么长 这好像都是长得 有没有不到一米 结果没有 没有一米 一年 甚至两年 我们把修剪一次 最多我们的是 一个礼拜采一次 最长时间 最短的三天采一次 所以它就再也 长不高了 您这个是指的是 什么时间段 它可以采啊 我们从每年的 四月中下旬 采到每年的 九月底 那您这一亩地的 产量和不少 一亩地的产量的话 生茶叶一般是 250斤左右 干的茶叶一般 正常是50斤 60斤 五斤鲜茶 可以做成一斤的 这个煤茶 对对对对对 现在 长寿村的 三万多亩煤茶 每年销售收入 840万元 387户老百姓 因为煤茶 发家制 眼看煤茶产业 发展得如火如荼 周边不产煤茶的村落 要如何从中 寻得商机呢 我们来到 紧邻罗塔平乡的 茅延河镇 青安村 一到春宴家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直播间 搭在院子里的直播间 怎么想到会把直播间建在这 第一个是方便 第二个就是 干啥都不耽误 因为茶能给我送茶 我可以边直播 主要是 好多事都要干 让更多 喜欢和我家茶的朋友 可以一目了然地 知道我家 做茶的整个工艺流程 到这个直播间来 其实最吸引我的是这 这个平板的美茶姑娘 这个是美颜娜的 本日也漂亮 本日也漂亮 这是刚刚采完美茶 这是我刚刚采茶回来 然后从这个石碗桥 走下来之后 有点热 因为这里刚好 树很一秒 所以我就在这里 顺便歇会的时候 做了一场直播 就做了一个自拍照 就在这还做了直播 对 做了一场直播 真行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他们的包装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青安 对 是我村子的名字 是我们村的一个地名 我就是青安人 因为我们整个村里面的茶笼 茶都是聚集在我这里 我统一去销售 所以说就是 实际上春夜卖的 不光是自己家的茶 对 是整个青安村的茶 对 原本不产梅茶的青安村 怎么也有了成片的梅茶园 当时我们这边是没有梅茶的 我从开始种植梅茶 是从这个诺塔坪那边学习 承插引进过来的 我那回跑了很多趟 发现我们离得不远 土质它是一样的 都是食阴杀岩 所以想他们能种 那我这肯定也就可以 李春艳大学毕业后 原本在浙江宁海工作 因为看好家乡的发展前景 结婚后她跟老公 选择回到家乡创业 在做过很多行业的尝试后 他们聚焦在了 罗塔坪的梅茶上 我就想能活能死就一次 我就一次性搞了12亩 这个很意外的是 这12亩牵查下来 一年我收入竟然达到了10万 所以算是一炮而红 在我们村里 种出了12亩梅茶 还实现年纯收入10万元 这在当地可算是爆炸性新闻 因为我老公自己懂一些运营 我们开始到网上开了店 然后也入住了各大销售平台 就是销量在递增 那我的货供不应求 就建议村民大家都一起种 这样大家有钱一起赚 就这样 清安村的村民 开始跟着春艳种梅茶 从20几户到79 再到现在的近200户 所有的这个茶都是一个茶侣的 是这个大阁的 您的 对 这些就是他骑的云梅 他骑的海茶的 这不都是在村里的吧 都是我们村里的 都是村里的 那像这个大姐您要采的话 您这个钱怎么给您算 钱啊 那好 茶侣资个 六块钱一斤 六 称完之后就是十二 十三斤八两 十三斤八两就是一斤是六块钱 一斤六块 一斤六块我们 我们采的 八十三块钱 那就 八十三块钱 就是今天他的收入 他干了半天就八十三块钱 按他平时的能力 他一天可以采三十几斤 他又是我家的员工 他在我家这里有三千五的工资 然后干完盒之后 又可以去田地采茶 那您自己种了多少啊 我自己种的少 我自己的田地很少 他家是一亩二分地 他家今年一亩二分地 到我这的收入将近是一万二千块 然后再加上他在我这几个月的工资 三千五一个月 就有差不多两万 再干一下其他的家工 他又是我们这个村里的这个清洁工 然后月工 然后还有一个月还有几百块 所以他算是我们村里的这个收入比较高的 那一年工后您这一挣了四万多块钱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嗯 差不多 这个这个阿姨是采多少 他这七斤四两 那也不熟啊 他是那个属于残雅人士 所以就是相当于劳动力 但是我们就是引进这个煤茶种植以后 就是像他们这样 就是能力不是特别强的人 也能够带来经济收入 就像他现在给我们这个大哥茶笼采茶的话 他采七斤多 他一天就有四五十块 就是够自己的生活就粗粗有余 哦 自己也不耽误了 你能够多少钱啊 哦 挺好的 是的 那那那个咱们这个这个的主人啊 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大哥 家里开超市 然后又种了有七八五枚茶 然后这些员工帮他采茶都经济就活动 他挺聪明啊 帮他采茶的其实全部又淘到他家去了 到他家消费 快超市啊 一片欢声笑语 足可以看出煤茶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清安村人的生活 大家送来的煤茶嫩牙间要先进行晾晒 在摸起来没有水分时再进行杀青 根据客户的需求 春艳保留了手工炒茶做私人定制 手工一锅只能炒十斤线叶 现在倒下去 这个锅其实很热 是的 水一带下去都会碎开的 要赶紧 不然下面就糊了 就赶紧热翻 对 所以这一炒的那种青椒味就更浓了 是的 火候太大了 它会糊 太小了 杀青不够 所以温度掌控得要非常好 所以是您父亲在这儿 您带着再给 是 16年的时候 我家全部都是水分茶 全客爸爸妈妈手工炒出来 那一年是光水分茶都是炒了2000斤 干茶鲜叶就要达到1万斤了 1万斤 这样一锅只能炒10斤线叶 炒1千锅 每一天都是汗牛甲背 爸爸那一年炒2000斤干茶 手指的指甲全部都是坏死了的 坏死之后长得新的 讲到这个我都眼泪狂 这太心酸了 它因为这个太烫了 烫 手指全部手工里 一天炒几百斤 几十锅 几十锅在这个里面 它就是 手指甲 不发太烫 对 这个特别不容易 但确实是有好多顾客 他可能又是认准了这种手工茶 对 所以现在 因为做这个手工特别麻烦 然后成本也特别高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手工茶的朋友 就是提前讲我们就提前做 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现在机器做的也很好 对吧 是的 机器做的也很好 因为机器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温度控制会更准确 可以了吗 还没有 要炒白 那个白霜这个时候就要炒出来 对 对 把石筋嫩牙尖不停翻炒 在十几分钟里炒出白霜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春艳的丈夫也来帮忙 这因为太烫了 一个人炒的话手指受不了 看 炒着炒着 又逐渐的这个白色的物质吸出了 我眼睛怎么开的 那个汗水流到眼睛里面去了 我得去洗一下 大家这越来越危险了 有人咨询来了 我来炒 能听出来是有人下单有人咨询啊 对 声音不一样 对 快炒好了 可以了 这对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东西啊 直接就能包起来 用这个把它包好了之后放在保围那地方 他们就是连续有十几分钟 或者一分钟了 十几分钟 一直在空前这么翻炒 就现在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白霜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明显了 杀青丸的煤茶还要进行揉碾 吸睛 松包 晾青等 吸睛就是我们常说的卧堆 随着每一个步骤的进行 煤茶叶都会不断泛出白霜 并渐渐覆盖茶叶 精益求精 坚持品质 让春宴打造的煤茶 在顾客当中享有很高的口味 2015年到2020年的10月份 我累计销售煤茶应该是差不多5万斤 然后也实现了我这个销售收入 880万元 就是2020年的整年 就是单年的这个收入 我自己个人收入也达到了50万以上 正是在这些张家界人的共同努力下 如今的永定区已建成两个万亩相镇 一个煤茶国家特色产业强镇 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和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认证 张家界煤茶产品已销往北京 上海 深圳 广东等30多个省市 及韩国 日本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这个煤茶这个产业已经是我们耿固脱边跟进成果 和推动相声进行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 云林区委区政府大力推广张家煤茶 进一步延伸我们这个煤茶的产业链 推动茶旅的人和 目前我们前区这个政治的煤茶面积是11.5万亩 2020年实现的这个收入是14.7亿元 主人的煤茶 207年的煤茶 207年的煤茶 209年底 307年的煤茶 20133年全民 20133年